第一項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器材的部分 就是我其實器材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拍攝呢 我可以提供我的人跟我的時間 跟我的心 跟我的整個 我的創意 就是我可以完全無心的就給你 就是如果你要找我拍攝的話 我可以直接無心的 無心? 無心 無私啦 這些無心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呢 就是 那第一個遇到的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呢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就是我拍攝 當然我可以無私的就把我的時間 我的人力 我的心 我的創意 全部都提供給想要找我拍攝的那個人 或是公司 或是一個團體 都沒關係 但是主要是器材的部分 就變成我器材其實頗多了 那你要這些器材 你才有發揮創意 或是有一些你平常沒有辦法玩的方法 如果你找一個 你就是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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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材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器材非常非常多 但是 我可以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呢 就是器材 就是攝影器材的問題 簡單來說就是 我器材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攝影器材的部分 那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攝影器材的部分 那 我的 那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攝影器材的部分 那我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攝影器材的部分 那如果認識我的話 就知道我的攝影器材其實是 非常非常多 多到一個炸開來的狀態 那但是我 這個免費拍攝的企劃 是我的人 跟我時間 我的心力 我的創意 我全部都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沒有包含器材 因為其實器材需要很多很多 維護時間跟成本 就是你有損耗啦 就是我沒有辦法一直說 免費幫大家出這些器材 因為其實如果我免費幫大家 就等於我在出錢 幫你拍這個影片的概念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合約有寫 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可能 不太統一這個想法 就是覺得 我說免費拍攝 那其實就 應該所有東西 連器材都要免費 我也覺得很嚇 但是有些人就是 OK 他覺得 我出器材 OK 他也願意付 我覺得就讓雙方合作開心 我花我的時間 我經歷 我的心血 製作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開心 然後 我的維護成本 我也就是 我就可以不用擔心維護成本啦 就是有一些 器材啊 出器材這樣子 的維護成本 就是 很難很難去抓啊 就是變成 你只能差不多跟外面出租店 可能再稍微便一點這樣子去租 或者是出器材 但你沒有辦法完全免費 完全免費 出器材 就等於我這邊磨損 這邊撞到 然後那邊 有什麼 要上油啊 然後有一些插頭 然後有一些磨損 反正有太多耗材 就是 你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說 你損壞這個東西 我要叫你賠錢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那些 就很麻煩 變成我就一定要收 出器材的費用 對 反正有人覺得OK 有人覺得不OK 那就是OK就合作愉快 不OK就是